在吴季明投票的情况之下 各位立委的选民要如何就个别法律案来向各位问责 大法官有必须就在立憲法法庭面看 吴国志佑无计名投票是必须要求接近 立法院从资宣新司法到相关的议事规则 全部都要进行全面的返修 才有可能符合刚刚由大法官所提出来 那可能的设成范围 我打断一下时间先暂停 各位选区的选民要如何能够对各位就责 那我听了半天你好像还没回答到这个问题 吴国志佑就应该说 如果要照尤标上的票准 立法院这些法案都要收 尤标上有哪些改杂位头 叫吴国志佑具体回答就好 设置四九九合计定 教授理会要深圳实现 就要议事务的认定 严重表格的办法管理 混乱的意识程序当中 在面对暴力攻击的时候 透过公开透明的方式 透过直播的方式 每一个人手举的高高的 让全体的选民看到 你的意思我听懂了 你认为说用公开直播 可以取代议事务 因为你还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 就是显然宪法法庭还得别事调查 这样子是不是有可能剥夺掉了 他们少数立委申请事件的权利 结果你跟你说直播 有没有想到国在给他带回头 否则直播怎么能处代技术力呢 可能你觉得不满意 但我的确回答你的问题 今天可以坐在这里 不就是认为他们是少数反对的立法委员吗 不好意思 你们主张不应该收理 所以你们先是认为可以收理 并正当的法庭前 这人就在考试说 中国区区真的就是爱得步的人 所以叫宣民百周百合金 所以这些宣区危险在哪里 我对此当保识 整个家庭在我大地 头上说就会关关上座 什么叫卢同学在外头上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今天大法官还要来这边 问问看东家坡西家坡 这边大法官就变成 就变成管家坡了 这个张大法官有提到董宝存 我可以发言 我并没有扣印你 我只是引用您的意见 没有麻烦你 有些事还在唱法官 大法官就应该说 没有跟你麻烦到 现法法定真的一句来一句去 民心新闻综合部都